今天上午在地企业 也就是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十分认同气方防灾的一个概念 特别和淡水群公所共同签订 一份防灾合作备忘录 希望结合行政组织还有企业的能量 共同促进地区防救灾的提升能力 屋中仁区长就表示 期盼透过这次的合作模式 达到抛砖引玉的座右 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淡水地区防灾工作的行列 最近几年气候剧烈变迁 极端气候发生几率高 民间企业对于救灾工作 总是不遗余力的投入 因此新北市政府近期更鼓励企业 参与地方防灾事务 期盼能够形成密切的伙伴关系 并且有助于灾害防救工作的推展 因此今天上午在地企业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十分认同企业防灾概念 特别与淡水区公所共同签订的防灾合作备忘录 希望能够结合行政组织与企业能量 共同促进地区防救灾能力的提升 新北市在推企业防灾 是希望说结合民间的力量 跟公共部门一起合作 把这个能量投到地方来做一些防灾的工作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彼此合作 那这合作范围是很广的 我举个例子就说 可能是就真的有灾害发生的时候 这个企业它可以协助 一时之间这个饮食有问题 他们可以协助一些热食的东西 一些物资的东西 甚至还有一些甚至一些金钱的协助 借此呼吁我们地方的企业 欢迎大家多多的跟公所来合作 我们后续可以来再来签更多的 这个企业的防灾备忘录 区长表示淡水区公所导入的企业防灾概念 使民间企业纳入了防救灾资源 建立公司部门防灾合作关系 而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为基层金融基持 在各项业务上积极求新求变 创新金融服务的模式 获得在地民众坚定的支持 而一信表示 长期以来致力于地方公益 推动友善环境与回汇相离 企业社会责任 除了捐赠多台的身心障碍 专用发饰救护车销房车等等 对于防灾也希望为地方出一份心力 希望能够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以淡水取公所 签订企业防灾合作一个备方路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跟地方社区 以及所有的加强 有关防灾的一个合作 建立伙伴关系 然后我们淡水一信 未来也一定能够会适时的 提供我们一些资源来帮忙地方 我想很多日本的那些企业 如果是发生地震的话 他们会看情况的严重性 如果很严重的话 他们企业还有备量三天 他们自己就是一个自救的单位 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信用合作社 这个不仅是对外 是做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公益的示范 以前过往我们有一个 新北跟台北的防灾问证联盟 那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所以对于企业防灾 要跟我们市府来做一个合作 不要让我一定要亲身来这边支持 此外今天有市议员 以及许多的服务处主任 还有多位在地里长都到场出席 表示对于企业加入防灾体系的支持 而议员郑宇员表示 在日本有在地企业提供救灾资源 是非常好的学习模式 而身为新北防灾问证联盟的议员 更乐见企业防灾备忘物的促成 而区长表示借由合作防灾备忘录的签订 公所可以协助企业防灾教育资源与参与 企业能够获得管道 以赞助防救灾所需的资源 期盼透过这次的合作模式 能够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企业加入淡水区的防灾工作行列 记者许多人应该去采访不到